内燃机绝境逢生了 在电车发展势头如日中天的时候 竟然有企业继续开发内燃机 并大力推进合成燃料的发展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到底是为了内燃机最后的情怀 还是准备在全球内燃机市场终结前再割一波韭菜呢 这里是知识天梯 搞合成燃料的是一个叫Stellentis的集团 听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说到它旗下的众多汽车品牌 大家就知道了 雪铁龙 菲亚特 马沙拉蒂等等 覆盖全球多个市场 同时它也是世界排名第四大的汽车集团 这个集团目前正与沙特的一个综合能源和化学品公司合作 开发低碳合成燃料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与F1车队和赛事合作 进一步测试低碳燃料 作为减少内燃机车辆碳排放的潜力解决方案 经预计 如果在欧洲大约2800万辆本集团旗下的车辆中 广泛使用这种合成燃料 从2025年到2050年 欧洲有望减少多达4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难道它真是内燃机最后的救星 先说结论 内燃机确实会被替代 目前出于环保意识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尾气排放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 这促使汽车制造商寻找更清洁、低排放的替代方案 用户需求和偏好的改变 也会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电动汽车 更何况电车的使用成本也比燃油便宜了太多 然而尽管内燃机可能会逐步被替代 但仍需要时间、技术、基础设施和政策的共同努力 综合考虑未来的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和环保要求 内燃机可能会逐渐减少 但一定不会完全消失 而合成燃料确实在碳排放方面顺应了政策 给了内燃机一息喘息 也给了内燃机希望 既然这样 为何它依旧不是内燃机的绝对救星呢? 因为仔细一看 这种燃料目前只支持在他们生产的内燃机上使用 如果非要算是救星 那也只是救了他们自家的内燃机 其他车企只能被迫购买使用他们的技术 在资本至上的西方 这并不算救了所有的内燃机 根据可靠机构的报告 在2022年 Stellantis集团投资了9900万美元 显示了他们未来想要在内燃机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和赚更多钱的雄心 他们发现市场对他们的产品需求比他们预计的要多 为了迎合这个需求 他们决定投资生产新型发动机 他们花9900万美元改造了一些工厂 这些钱中的8300万美元将用于组装全新的发动机 这个新发动机配备了1.6升i4涡轮增压发动机和直接燃油喷射技术 可以给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这项投资是Stellantis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欧洲企业 他们想在未来几年增加生产能力20% 踏足北美成为北美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商之一 他们计划用这个投资生产一种基于欧洲发动机的新型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性能很好 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混合动力汽车 他们计划从2025年开始生产这款新发动机 以纯电为发展目标的Stellantis集团 之所以会去开发一款内燃机 很显然他们觉得有市场有钱赚 我国的电车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现阶段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假消息假报道 说我国要禁售燃油车 但那些报道并没有官方的文件作为支撑 况且在能源和交通领域 没有一项技术是完全理想的 内燃机和电动汽车各自都有优势和劣势 适用于不同的使用场景 内燃机的确有其独特的优点 例如成熟的技术 长途驾驶便利 快速加油等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们产生的碳排放和对环境的影响 因此探索低碳燃料和提高内燃机燃烧效率等技术变得十分重要 以减少其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电动汽车也有很多优点 如零排放 低能源成本 对环境友好的 虽然续航和充电速度是目前的挑战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些问题也在逐步解决 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正努力提高电池技术 充电技术设施和快速充电技术 以提升电动汽车的实用性 最好的解决方案可能是综合利用多种技术 根据特定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能源形式 这样能够充分发挥每种技术的优势 同时最小化其劣势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在能源和交通领域 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包括政府、产业、科研机构和个人 以推动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更清洁 更可持续的交通解决方案 内燃机确实会死 但以现在来看还为时尚早 那么大家觉得内燃机还能撑多久呢? 知识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15科 我们下期再见